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股市打人 那近期可能雅谷因为 中央大陆也不晓得哪根筋不对 就是一直针对自己的中概股 在海外挂牌的 或者是在香港挂牌的一些相关的公司 做出了一些整顿 所以呢 这个雅谷最近表现都不好 那美股倒是都还算强 所以台股呢 什么震啊震啊晃啊晃 一直都没有一个连续的气势 当然其实台股算稳 盘中最多涨82点 中涨70点 收在17623 指数是连续三天收高 当然都涨不多 只有前天是涨255点 昨天前天都是 昨天跟今天都是小涨 但量收到进行的最低 所以仍然是我说的 它就是一个盘整的架构 一来陆续要公布营收 二来陆续再公布半年报的数字 大家都在等 看看出来的营收 有没有如预期 看看财报的数字上 毛利率的表现如何 EPS有没有优于预期 下半年又是所谓的进入第三季的旺季 所以你还要去看 就是说谁的接单 是非常明确的好 报价趋势是涨价 所以大家在这边陆续观望调整 观望调整 结论就是 我仍然强调我最喜欢这种 区间盘整的这种盘局或者过程 因为它有最多最多 不同的股票在不同时期 它各自表演 所以你可以5月抓5月的标股 6月抓6月标股 7月抓7月标股 8月再抓8月的标股 如果每个月都可以有一两档 两三档 三成五成的获利 那一个月一记下来 不得了 都是翻倍 所以现阶段量缩明显 所以指数我们就中心看待 但毕竟是一个多头架构 但个股表现仍然会非常的精彩 航运股的量来到大概16%还不够 我认为缩到10%差不多 那为了是航运股的机会 量缩到极限就已经会涨 现在还不到 主流还是在电子股 金利科 礼拜日最高439.5% 我说所有的低点都是买点 礼拜日最高478% 这是大涨了9.4% 9.4% 今天最高477% 涨4.6% 跟昨天的高点差一块 然后中场收涨473.5% 虽然说这两天还没有过 上礼拜的479的高点 但事实上今天的收盘价473.5元 又实实在在的写下 这个波段的收盘价的最高 所以金颗原来是最强势的股票 那当然主要的原因 是这两天这两根 投信的买潮 前天买610张 昨天再买582张 那从今天开高震荡收高的走势看起来 我认为投信应该还是站在买方 所以这个持续再开单再建长 那预期应该会买个上千张吧 买个好几千张 我认为是有机会的 那很多人在问说 为什么投信这个时间点要买 其实如果说你有每天看我的节目 看我的文章 你就会知道说我早就预言说 8月这段时间是本土法人开单买进的 最重要的关键 因为8月中 已经跑了接近一年 设计一年的行政电脑的案子 就快要设计定案 大概在8月中就要tap out 那这个案子因为它非常的大 中国大陆一年 有好几千万台行政电脑要替换 5年大概有1亿8到2亿台的行政电脑 的一个换机的市场 所以这个案子跑了一年 一旦tap out 法人都会视为开始进场买进出报告的一个最重要的关键转折 因为后面你看得到的就是 你可以算到什么时候准备要跟台积电开光照 开完光照就是要开始讨论说 那明年我们的量是多少 3万片 5万片还是10万片 那台电那边的态度 我一直说就是权力support 所以产能不是问题 只要你设计OK 那基板比较缺 如果这部分也解决 明年第一季我们就大概就看得到量产 那一旦量产 他就脱离了IP股的前面的那一个阶案 收权力金 收签约金 然后设计 然后每个月认列一些权力金的那一个前面的阶段 开始量产之后 一颗一颗算 那个时候云说跳个三倍五倍 预计看得到 所以当初四星 我记得我们三十几块钱在买四星的时候 那时候股价三十几块钱 营收大概三亿四亿吧 后来新的案子陆续开 营收冲到八亿九亿十亿 股价最高到一千 同样的故事 他完全复制贴上大经济科 而且他未来的市场更大 因为大陆要把Intel的市场 但陆续把他换掉 因为安谋的架构的处理器很多东西 他在跑一些过去的X86的这些领域跑得不顺 所以最终还是回头再找X86 能support的只有经济科 所以明后年那是非常非常大的爆发 所以投信两天建仓买进1180张 在此之前投信的持股大概就是两三百三四百张 几乎放眼台湾那么多的本土投信持股大致都是零 所以大家都没有持股 大家都从头开始 并没有说我今天买的帮谁抬教 你今天多了五百张我帮你抬教那也有限 因为大部分的人都没有 今年上半年世新股价还在超级棒的时候 一堆大投信脏上世新持股 接近8% 9% 10%的比重 当初世新是投信本土把人都重压的持股 如果不是出现了沸腾的事情 未来我认为经济科你也会看得到 所以这个财纲建仓还很有得买 然后7月份营收就不如预期 但是其实在营收公布前一天 我就有在我的文章中 我就提醒大家说我估计大家就是时评 因为新的合约就来不及认 来不及认就认下个月 所以我们估计8月份会认路上 刚刚提到8月中的tap out是最重要的 所以投信也因为这个样子进来了 一旦tap out的话 那也会启动第二阶段的合约 为什么这两个月已经说掉下去 因为第二季的财报上的合约负债 从前一个季度的1亿多剩下240万 表示旧的第一阶段的合约认完了 那都要tap out了 开始启动第二阶段的合约 继续付钱合情合理 我还要有钱办事 所以这个合约金额也值得期待 台下电影应该预计9月份开始量产 所以这部分只是低阶的量产 明年高阶的也是在第一季 量会非常大 一个月2万片上下10万片 利多持续的扶苏台面8月份是暴冲的一个月 所以我就说5月6月7月盖牌一张都不卖 而且是只买不卖 7月已经过去了 股价也来到了470了 8月份 我们就来迎接史上最大一波的创新高的行情 迎接创新高的行情 等创新高 我再陪着大家一起开香兵庆祝一下 很多人都有在邀约郑老师说 创新高要开香兵 要聚会 希望那时候疫情的部分方便大家聚会 再陪大家开香兵庆祝一下 点续 上周二掌听满卖一半 当天沙盘 跟着掉到146块半 当天价沙就出来了 隔天礼拜三郑老师打AZ请假底钉板 我没有印 礼拜四价差18块 大概142附近再买回来 当天收涨停 礼拜五又涨停164 礼拜又涨停178.5 到昨天早上高点186.5元附近 我再卖一半 我第一次买135 卖160.5元 拉回142买 又创新高到186.5又再卖一半 所以135买进来回多操作一次 总共赚69块半 总共51% 这是到昨天 那我说卖一半立于不败之地 打下去十几二十块价差再买一次 如果继续创高 比如说今天早上最高又来到190 涨6.1%再创新高 那现在那一半就不急得卖 因为我估计后面营收还是要往上报 所以135买进的来回操作的部分 最多已经达到74块来到55% 55% 这是什么 55%是什么 这就是金贫股的威力 这个就是数字的威力 卖一半大赚五成 利于不败 留一半持股 留一半持股让它继续喷 因为7月份涨价两成 那7月份营收部分不会完全展现 但因为7月份有新的金元出货 所以营收 大概有机会冲到1亿8到2亿 看后端封测配合的状况 8月份会完全反映涨价 后续新金元出货更多 新产能陆续到 你说大概会冲到2亿4 到时候的单元获利大概就是2块钱 所以我就说有这种获利的股价 其实一堆都收过200块钱 没有在跟你乱唬烂 今天股价来到1900 其实也快200了 怎么卖一半利于不败之地 那剩下一半已经赚了55% 那卖出的一半资金 就转进8月份的最新的三成金平股 赚了一档 再赚下一档 一档一档来 因为8月份忘记 加财报月 财报周 数字最强的股票 自然都会比较 另外一档预创 上周二涨停板 最高来到53块7 那礼拜三我请假 我跌停 礼拜四又谈回到516 礼拜一521 礼拜二也是521 今天最高来到53 收盘收在52块1 还没有过高 还没有过高 但收盘价已经收在 那一天涨停板的次高 这个小小的三档收链 又快突破了 我认为随时喷过去就是又一段 从低档35块 35块附近 上后附近开始买 一波上来已经赚多少 赚了53% 18块7 53% 那如果从这个位置 我认为都还有超过三成的话 也就是我们几乎 这一波再从这个位置再涨三成 我们几乎就可以完成到一倍的获利 因为这两天我跟产业界的朋友 在确认DDR现货仍然是大缺 缺就是缺 所以大陆一般来说 同业报价是台湾的大概打八九折 但近期因为太缺了 大陆的同业报价已经是台湾的高出两成 台湾厂商比较中规中矩比较客气 所以就是价格不好意思 一次拉太高 但是后面必然要再涨 所以我们就说第三季估计要涨25%以上 那预创最受货因为它都是走现货 我们像华邦店南亚科 大部分都是合约 金豪科大概七成是合约 合约价是三个月一次调整 现货报价是每个月一日三次 天天涨就天天赚 所以预创赚最多 五六月赚0.44 我估计下半年单月很快就会超过五毛钱 如果再涨价个两三成的话 一下子就会赚到一块钱 单月份 所以下半年要赚四块钱 它跟点序跟附顶大涨都是一样的概念 为什么点序附顶我们可以赚超过五成 就是因为缺货涨价 新产能到 数字喷 股价蹦蹦蹦蹦蹦一下去五成 而且重点是预创其实也赚五成 我认为后面还有更多 所以一再一再都证明说 我们帮大家挑的都是最棒的金鸣股 都是最棒的金鸣股 然后点序目前出一半留一半 卖掉部分我的操作多这样子 我的会员价股就不多 五档六档不超过七档 前面的股票有赚有赔 卖掉之后我们才会进入下一档 那股价顺的时候前面赚个三成五成 三成五成卖掉再赚下一档 那八月份目标我们再赚个三成 点序赚五成 转进下一档 如果再赚三成一百万 先乘一点五再乘一点三 就变一百九十五万 几乎是一倍 我们就这个样子在翻 不断的让我们教育成员的资金 最有效率的一档一档来 一路滚上去 所以点序资金转进全新的金鸣股 目标再赚三成 全新三成的金鸣股 这样股票很厉害 因为国际的IC大厂 下半年把台系的客户的交期 原本已经是五十周 大概就一年 现在拉长到七十周 超过一年 你现在下order 现在八月份 很抱歉 明年要到十月份我才能交货 明年的规格跟现在都不一样了 我跟你下明年的 十四个月后的货要干什么 摆明了叫断货 就不给断货 意思就是说 我没有多余的产能给你 我要先support我们欧美的 比较重要的高单价的客户 你台系的相关的这种客户 你就自己去自求多福 所以台系台IC的部分 抢占四三绿 这个全新三成金鸣股 他有父爸爸帮忙 从第三季期 多桥了三成的产能 上半年已经涨 大概十几二十%了 下半年准备再涨十几二十% 然后又多调了三成的产能给他 借着国际大厂的供应的缺口 抢占这个市场率 七月云说我们故意就要创高 而且一路好到年底 一路好到明年去 这是后面将要大爆发的股票 所以趁着这两天 看还没喷 还没喷就跟当副顶一样 点序一样还没喷 还在这边酝酿压缩 酿压缩的时候 要赶快来买 等到喷出去再来 那就是人家赚三五成 你就是只能赚后面 那个一点点的三五% 十% 就比较可惜 所以还是非常鼓励 大家都来加入郑老师的 LINE的官方账号 就像昨天公布 精力科的营收的前一天 抱歉 对前一天的早上 我就已经先 在我盘中解盘 我就有预告说 我猜了 他营收只有持平 不会创高 很多东西就是 我都会及时的给大家看法 但如果你没有看到 你就会非常紧张 欢迎大家都来加入 LINE官方账号 搜寻小小鼠 STARMASTER 加入之后 每天十点多十一点 就可以在盘中 接到我的 一两篇的解盘的文章 当然对大家操作 一定很有帮助 然后也给大家一个见面 你只要你加入的 前20个新朋友 刘延正老师最棒 我就会把 未来这一个礼拜 要布局的最重要的那一档 新的标股 我来把它送给你 就跟上个月 我送一拳 富顶 给大家好朋友 一起赚钱一样 会把 加入的前20个新朋友 我会把未来一个礼拜 最重要的新的一档标股 送给大家 帮助大家 8月份 乞丐等是得胜 一起发发赚大钱 赶快加入 等会我们再来 期待股票 欢迎回到现场 那郑老师其实 是一个很简单的人 我的原则也非常的简单 我就是坚持直买金瓶股 所谓的金瓶股就是说 他要在各个面向 毛利率 盈利率 EPS 成长性 或者竞争率 或者施散率 他在各个面向 都有最好的数字 当他的数字在成长 在发酵 在每个月公告的时候 股价早晚都是要喷 早喷晚喷 都是要喷 点序如此 腹顶如此 依权如此 通家如此 金磊科更是如此 因为这个都是 我金瓶系统 一系列数字最棒的金瓶股 所以你就看到 我们交付成员 这一档撞完一波 那一档又撞完一波 那一档又撞完一波 一档一档的赚 那我都已经不想要去 统计前面的绩效 金磊也是 昨天亮灯涨停 所涨停163 早上再涨78 最高来到174块半 中场收涨173 几乎收到今天最高点 上个礼拜 还莫名其妙要被打下去 但我的看法都一样 数字就是这么好 大盘杀盘一堆股 要莫名杀跌停板被杀下去 那也是无望之灾嘛 反正数字好 早喷完喷都要喷醉 话没讲完几天 崩崩又上来了 而且收盘价创下 应该是有史以来的 收盘价历史新高 股价还没过高 刚才收盘价已经创 收盘价的历史新高了 实质创新高的超级强势股 因为我说六月份涨价四成 后续毛利率必将喷出 七月份估计就会看到 获利反映新的报价 营收都会反映上去 八月份更明显 因为进入旺季 高速传输 未来保语元件的需求量 都是倍数在成长 所以量价巨洋 当初负顶点去怎么喷的 经验 一样 好多一样 因为同样的故事 就是不断地跟你强调说 他们就是数字最强的股票 然后之前赚五成的一拳 今晚天也买回来 然后目前量缩 等待了营收的利多 今天股价也就是 小张小跌 尾盘收小跌一毛 Apple加AMD两个重要级客户 七月开始拉货 同步进入旺季 营收将首度挑战六亿大关 单预意PS会超过四毛钱 下半年有机会赚到 大概四块多 明年maybe就是六七块以上 你说现在股价一点都不贵 当初建策不就这样子上去的吗 从几十块涨到三百多块 它俨然就是一个小建策 俨然就是一个小建策 所以这个都已经看到 明年的趋势去了 看股票眼光要放远 就像经历科你才能 我们叫成员买76块 到今天已经赚了525% 525%的绩效 你说是不是这个市场的第一名 你大概可以去探听看看 点去之后最新目标 全新三层精明股 国际大厂下半年断货台系的客户 这家公司 副爸爸帮忙乔了三层产能 在全力抢公示战 营收会一路创高 并且一路好到明年 目标三层活力 欢迎大家都来加入 LINE官方账号 搜寻小要素STARMASTER 交之后只要留言 郑老师最棒的 前20个新加入的好朋友 就跟前面几周一样 我会给你未来一个礼拜 最新最重要的全新标股 来帮助大家8月份 先大转一波 祝大家超市顺利 明天再见 本公司与所推荐 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 请供参考 投资人以独立判断 先胜评估 并次负投资风险